一,懵懂的滋味,那年他是组长,位置在第一排,我个子高,做到属第一排,开学过了大半,我才发现,收作业的时候,他总把我的作业本放在第一个位置,放在胸口乐呵呵的傻笑,他明明就是学霸一个,却总要找我借笔记车,而且还那么的理所当然,后来我在归款的笔记本中,看到密密麻麻的一片, 本质上,除了他整理过的笔记,还有一清细微的字迹,你喜欢我吗?可是,我发现那字迹的时候,他已经转学了,没有留下只言天语,二,是他的烦恼,也不知道为什么,上课的时候,总喜欢拿着小纸团丢他,看他回头的模样,内心仿佛得到了全世界,我数十次鼓起了勇气,准备了数百段情书, 周五,终于等我准备好的时候,黑板上说带着自己,某某某,喜欢某某某,班长和他表白了,全班的人都有算那庆祝,过一个人,泪眼通红,第一次逃课,在操场上,开始撕毁铁下的一切,他忽然出现在我旁边,出走了一封信,不准思,三,苦色味,那年夏天,风暖暖的, 我和他傍晚坐在客室最后一排座位,笑着说分手,没有意外,有的只是转身的泪水,初中必语了,我们这一队最不被看好的早恋,总算走到了尽头,没有人知道,为什么他会和我在一起三年,也没有人知道,为什么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, 陈奕迅有一首经节闹歌,叫十年,成千上万个门口,总有一个人要先走,他班级第一,去了是重点,我的成绩是年级倒数,没有上高中,现在已经结婚生子,希望他能够幸福,你们的初恋是什么样的? 过了萌萌懂懂的年纪,忘了梅胶作业被罚战,忘了什么时候开始考试作弊,最忘不了的,还是他,图片来源网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